各位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新一期的大城小里 我是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義務研究主任Michael 現在是幾點呢? 以往除了吃薯片不要問幾點之外 不對 現在很多人都要問幾點 還要說說你聽不聽到終聲 因為剛剛一百年前 尖沙咀天星碼頭旁邊的火車站前火車站鐘樓 一百年前響起終聲 一百年之後 在上星期終於響起終聲 我不知道有沒有朋友 故意去尖沙咀鐘樓聽回終聲 一百年之後 一百年終聲再次響起 令到大家都相當興奮 好像團馬線一樣興奮 其實終聲代表了 由一個小時響一次 又是時間 時間其實很重要 香港人是很重要的 但是其實為什麼布時這麼重要呢? 布時這麼準確 究竟做什麼呢? 除了搶班車去原本火車站之外 香港的布時歷史 其實都是相當具考證的價值 這個一百週年 我相信在十月九日上星期 大家就聽過這個鐘聲 有人會覺得 這個鐘聲好像有點 中中的 中中的? 它原來又不是中曬的 你說什麼? 其實這個鐘 基本上已經沒有再使用 在一百年前 製造了這個鐘樓 但是在一九五零年度 就因為它維修的困難 時鐘的四面轉向 它裝了四個不同的時鐘的馬達 所以調校不到一個 即是 均等的時間 同步不到 所以五十年代開始沒有響 後來就是天星碼頭 它旁邊就是火車站 火車站在七十年代都拆射的時候 鐘也拆了下來 曾經擺放在紅磡火車站 和沙田火車站展覽過 後來2010年 就擺放到這個尖沙咀鐘樓 但是沒有裝上去 因為尖沙咀鐘樓 當時已經是古跡 古跡結構上 各樣東西都不能夠再改建 所以這個鐘 基本上就擺放在鐘樓的地下 就沒有再使用 你現在聽到它是什麼鐘樓 其實這個故事很簡單 就是後來香港政府計劃想有鐘樓 但是苦無良策 他就找回駐做英國的鐘廠出來 找回那個廠 他說我們還有這個鐘的孖生兄弟 即是同一時間他們駐了兩個 另一個還完好 就錄下了聲音 錄下了聲音 然後現在是用一個電子的方法 將每個鐘頭 報時信號 就是用一個電子喇叭的方法 播這個鐘 某程度上 都跟我們現在 中環天星碼頭的情況 有點像 中環天星碼頭 之前也有新聞 就說會重置這個鐘 但是 鐘聲都不一樣 可能類似現在這個尖沙咀鐘樓做的方法 但是其實這個鐘樓的歷史 本身也是很長遠的 有人就說這個鐘樓 是不是跟香港大學的鐘樓 是否是孖生兄弟 其實建造時間差不多 但是淵源不是由香港大學的鐘樓而來的 雖然它們也是一個愛德華斯的建築 也是二十世紀十年代 即是一九一零年代 起好的 但是其實 結構類似 樣式都類似 但是其實淵源不是太多 如果數回尖沙咀火車站鐘樓的淵源 其實第一個應該要數回這個 在這裏哪裏呢 這裏就是中環的北打街 這裏就是今天智地廣場的位置 其實這個鐘樓是一百六幾年已經建好了 後來一九一三年因為擴闊馬路拆了 位置在哪裏呢 大概就是現在的路牌和的士的位置 對 沒錯就是路牌和的士的位置 就是原本這個鐘樓 這個鐘樓都在中環幾十年 即是一九一幾年拆了 適逢這個鐘樓拆了之後 尖沙咀火車站就建了鐘樓 一時之間 那個鐘樓四面鐘還沒有錢 還沒有預算 那怎麼辦呢 這個鐘樓中樓 反正都有一個鐘樓 搬過去用 但是只搬一面 所以由一九一零年 尖沙咀廣九鐵路開火車 然後鐘樓起好是一九一幾年 直到一九一幾到一九二一年之前 尖沙咀鐘樓只有一面有鐘 做不到四面 也還沒有響鐘 直到一九二一年 先鑄造那個鐘 以及訂造各樣東西 再安裝完成 我們才有這個鐘 如果大家想看 今天也不是容易看 現在在文化中心 就有一個展覽 但是展覽 其實也只是給你一些資料 鐘的真身 其實就在現在鐘樓的地下 很可惜地 因為現在的鐘 就沒有辦法搬上去 就算搬上去 官方也說 因為鐘樓的結構加固過 所以就不會像以前鐘樓 那樣響徹天下 因為它裡面多了很多加固的購物 還有 因為它現在成為古蹟 也不可能再加改建 如果鐘要搬上去屋頂 他們就說 無可避免你要拆除一些 結構或者外貌的結構 例如要拆掉鐘面 他們就說 絕對不可以做 所以 鐘基本上現在是電子聲 所以 大家如果那天聽不到鐘聲 不用太失望 因為基本上都是假的 但是仿真是假的 以及以後 早上到晚上 凌晨12點前 每天都可以聽到 B flat 降E flat Key的鐘聲 那你就不要想像天星碼頭 那樣登登登登 有首歌給你聽 這個是比較典型的 就這樣響一個鐘 響一次的報時鐘聲 好了 說到最後 為什麼要有鐘樓 那原本就是火車站 那鐘樓火車站 因為要火車班次準時 這個都應該是 但是其實 布時 除了是火車站準不準時 其實布時在香港 整個發展的歷史裡面 是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尤其是 準確布時 今天你看到尖沙咀火車站 即是前火車站 今天天星碼頭的鐘樓 其實真的布時的 老祖宗就在對面 其實你們也看到了 在文化中心對面 今天大家1881 Heritage 那裡 就有個圓咕嚕的物體 那個就是布時球 其實比時鐘更加早 在香港做壽時系統的 始祖 就是做布時球 布時球就是以前 每天中午12點50分 就會將這個波 這個布時球 就會降下來 其實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為了當時在海港上的船隻 提供一個最準確的布時的訊號 即是12點50分 下球的時候 就肯定調整 你們船的鐘 所有時間的計時裝置 都要調整時鐘 方便航行 方便航行 不只是為了運貨準時 其實是為了他們可以量度到他們的方位 待會再說 不過你看到 剛才這個時間球 即是今天文化中心都遮了它 何況當時 就是海港各樣的建築已經臨立 以及船都高過那個時鐘塔 後來這個時鐘塔 就搬到大包米 即是今天已經拆了的海原俱樂部的後面 信號山公園 這個時間球都運作到1930年代 1930年代現在不用使用 後來就已經有電台了 電台廣播 大家每個小時 如果你是聽香港電台 還未好熟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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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最後六秒有六聲響 就是取代了布時系統和時間球的系統 就是這個布時第二代的時間球 今天這個塔樓仍然在 並且是開放的 尖沙咀火車站鐘樓 是不開放的 大家不能進去看 但是這個信號塔 即是大包米信號塔 或者叫信號山的時間球信號塔 這個是每天都開放的 大家可以進去看看 即是看回這些塔的構造都可以 好了 那布時球 那為什麼要做這些布時球的東西呢 其實最重要 就是給當時航海的船隻 去教準他們船上的時鐘 教準船上的時鐘 就不只是為了早晚三餐 準時出糧放工 而是因為以前船隻 未有GPS 未有Google Map 未有各樣的電腦 電子衛星定位之前 船隻要知道自己的位置 就只能靠六分二 去度回當時的水平面 太陽和各特定星的位置 然後拿回時間 拿回時間 對回太陽的各個方位 看他們有一個星座的位置 對應圖的圖表 一量度回時間 找回太陽的角度 看看星 然後量度回對數表 就可以知道 他現在在哪個的驚位 所以 如果他拿到一個好的準確量度 兼有一個準確的時間 他就可以很輕易地知道 他準確的方位 船隻航行不知道方位 很大件事 因為不知方位 結果 就是可以是這樣的 是會擱淺在淺灘上 所以以前 教準一個時鐘 船上的時鐘 以及有一個技術純熟的 操作六分二 動到這個位置 就是航行成功的關鍵 以及安全的關鍵 你水手度六分二 我就教不了你 但是準確的時間 天文台就一定要做到 所以天文台最初成立的時候 其實除了看看有沒有風球打 又是預測九天天有沒有下雨 其實最重要的是準時 壽時 time calling 準時 準時這件事 真的非常難 今天你有隻錶 你有隻石英錶 你非常準確 但當時還沒有這些錶 即是一個準確的鐘標 你想想 船也這麼緊張 又或者我們說 每天不差多少 幾秒幾分鐘 以前的鐘標 真的可以每天差很多 你要想想 如果有一個六分二 量度位置 你每天相差一分鐘幾秒 其實差之毫利 貌之千里 它的經緯度就會錯了 所以準確的計時 就非常重要 好了 說到準確計時 天文台其實 不只是香港 全世界的天文台 在以前的時間 為了要有一個很準確的時間 他們是每天都要調教他們的時鐘 因為鐘本身不準 唯有怎樣才可以知道準 他們就要畫一條人工的線 如果我們那條線畫好了 然後每天太陽 剛剛好去到那條線中間 十二點 我們就定的那條就是我的指五線 大家最熟悉的指五線 就是英國格林黎智 或者格林威智天文台那條指五線 這條指五線就是定了零度 Longitude 零度這個 你踏上去這裡就是東西半球 D便是東半球 D便是西半球 就是零度 香港也有這條指五線 即是私從英國繼續去做這個 你看到整個系統就很像 有一條指五線 中間有一個叫中星 而去量度那些星的位置 剛剛好太陽來到那條指五線的正中 Predicular 90度的時候 剛剛好就是十二點 就會下這個時間波 是不是很熟呢 跟尖沙咀的好似 這個時間波就有很多歷史了 這個時間波三四百年了 這個就是英國王家格林威智天文台做的 香港也是王家天文台 所以香港也有這個指五線的設置 這個說來歷史就長了 因為在天文台開台之前 開台的時候 已經是設立這個指五線 有這個中星而去量度太陽方位 然後就要去畫這條線 剛剛好十二點 量度好時間 就用來每天調校時鐘 就是十二點 剛剛好教好十二點 這個教宗的時間 直到四五十年代 都要去這樣做 但是你也明白 後來時鐘越來越準確 不需要教 以及在打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這個中星而其實就是遺失了 估計應該是日本人拿走了 所以戰後其實就已經沒有這個中星而 或者指五線的量度了 久而久之 這個指五線和中星而的設置 和壽時的歷史都被遺忘了 直到近一兩年 大家就開始發現 原來我們這個指五線 你剛才要量一條線指五線 畫一條線 你拿一把艦車來畫一條線 你畫一條線也要有兩點 然後中間連起才是一條指五線 你要畫一條線 即是有兩點 兩點拉得越長 位置就越準確 越準確 兩點那麼近就沒有用 長一點才有用 香港的指五線 曾經是在天文台做中間 有一條在南邊 港島的南邊 是跨了海的 一萬多尺 後來有心人去找回 即是考據指五線的歷史 找回忠星而的位置 指五線的北柱南柱 找得回 原來十九世紀末 二十世紀初 已經整了香港的指五線 後來發覺海港 因為太多船隻走 很多煙霧 天文台後來再整了一對的指五線 去到北架山北邊 距離更長 這就是香港壽時的歷史 為了要搭到正 準確布時 曾經都下了很多功夫 去做布時的 厲害 多謝其中 除了有興趣研究香港歷史的學者 也要多謝當時的台長 岑志明先生 他涉而不捨 去找回已經過百年 但是被遺忘了的指五線的歷史 南柱和北柱 這也是相當難得的發現 後來不用指五線 當然不用用指五線 後來由擺中用到石英鏢 到今天用色133 Cesium 133來做布時 今天的布時 其實已經相當準確 由每日可能 一些機械標 他們聲稱是天文台認準 就大概每日五差 不少過六秒 說六秒 很多 其實六秒很少 你想想一日有多少小時 多少分鐘 六秒五差很少 但是也已經很多 後來到了石英鏢 石英鏢每日的五差 大概是幾毫秒 其實已經相當準確 但是還未夠準確 今天天文台使用的系統 是有一個叫做色133的系統 即是Cesium Cesium 133這個原子的機態 兩個精細能級 間約輻射 九十億 九十一億九千二百六十三萬一千七百七十次 這就是一秒 原來 一秒裡面 Cesium 133的原子 會震動九十一億次 你計算吧 這個就是 色原子中 大家經常聽過 Atomic Talk 原子中 就是用這個元素去做 講了這麼多 香港壽時的歷史 也都非常準確 香港其實是世界上 少有 真的有連續 壽時的工作 已經超過百年的機構 香港天文台 是有這樣的歷史 有時候說得來 都唏噓 因為 當我們有一個這麼準確 也都是因為航海 我們是國際大城市 我們很緊張去報時的時候 但是今天 我們的鐘樓 就一個一個這樣拆 或者一個一個 都是換了一些假東西 最新拆了的就是 這個時代廣場 由原本的鐘樓 都變成一個LED的螢幕 所以 有時候我想 我們需要珍惜一下時間 不然 時間不止不等人 時間簡直會不見了 大家珍重 那